是的 左邊正是法國國旗 當然這件事情令人感到非常難過 但是重點來 最近在臉書上面 很多人都決定把他的臉像 放上了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畫面 就是法國也哀悼 這136人的生命的消失 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震驚 跟遺憾 這個假日有這麼多消息 但是這個消息最恐怖 好了 現在法國已經決定要空襲 正在進行空襲 這個敘利亞的ISS的基地 那我們先看最新的消息 戰機伴隨著刺眼白光 高速升空 法國國防部證實 當地時間15號 正對極端組織ISIS 為敘利亞拉卡的大本營 進行大規模空襲 法國大局轟炸IS地盤 派出12架戰機 投擲20枚炸彈 摧毀了一個指揮基地和訓練營 以具體行動向恐怖組織宣示 法國不會輕易被打倒 巴黎恐怖攻擊 全球陷入恐慌 也讓來自敘利亞的難民 處境更加艱難 面對鏡頭不斷強調 穆斯林不等於恐怖分子 但歐洲人可不這麼想 就怕難民入境後無法可管 波蘭開了第一槍 新上台的保守派政府 推翻前任政府承諾 拒絕歐盟難民配額 以安全風險拒難民於門外 歐洲新納粹主義更是風起雲湧 難民危機恐怖攻擊 歐洲領袖一個頭兩個大 這個冬天很難熬 各位中心 蔡山領兵議 是 拒絕難民的配額 這是一回事 但是現在 ISS 已經遭受法國指導基地的轟炸 那麼這個畫面 會不會持續地發生呢 當時911事件的時候 引起了美國跟中國 10年美好光陰 因為當時美國為了面對 所謂的這種恐怖主義 就跟中國妥協10年 那1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一直到2011年的時候 美國恐怖主義逐漸消滅了之後 才跟中國在南亞對決 現在法國又發生這件事情了 中國會變成是 又是法國一個很重要的夥伴呢 那麼這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我們現在看 所謂對敘利亞的轟炸世界的話 對於這恐怖主義有些幫助嗎 我覺得應該到目前為止 法國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在參與 對敘利亞的空襲 那包含它的戴高樂航空母艦 跟它的疾風式的這個戰鬥機 都一直有在參與相關的活動 那你也看到報導說昨天跟前天 美軍的攻擊 他們還特別在這個炸彈上面寫 From Paris with Love 就是這是從巴黎 帶來給各位的愛 那你必須要講的是 巴黎這一次的恐攻 大概會改變我們這個世代人 永久對於所謂 歐洲相對和平的概念 因為上一次巴黎發生 這麼嚴重的事情 大概是2005年的巴黎大騷亂 那跟他本身的社會階層跟種族問題有關 但這一次包含了犯案者裡面 有兩位是法國的這個當地的居民 然後甚至有非常年輕的參與者15歲 對那這產生的一個問題是 整個歐洲接下來會出現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極右派恐怕會再度復甦 也就是包含要限縮移民 甚至是對這個邊境深耕的概念 就是邊境要相對開放 他們可能接下來會逆轉 甚至推翻這個概念 就是第一個 再來接下來有一個大的問題是 會不會北約組織會更加的深入敘利亞 也就是美國其實一直有一個立場 認為NATO也就是北約國家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應該要更參與這一次的反恐行動 那但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現在在土耳其開的G20 那大部分的國家勢必都會支持反恐的時候 其他的國家包含了原先在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中國在反恐戰爭裡面 其實沒有太多跨出國境的行為 這會不會是他的一個新的做法 因為王毅今天又抓到機會 又趁機出來講一下 王毅是中國的外交部部長 是 那他也講了 雖然我們不是那麼認同 他說我中國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有爭議啦 包含你對僵獨藏獨的立場 跟你們是不是有過度使用暴力 但除此之外有一個大的挑戰是 是不是俄羅斯跟中國 會在這一次的敘利亞的這個進攻行動 當中做更密切的合作 因為中俄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有非常多額外的行動 包含了軍事演習 包含了如果沒記錯一個是在日本海 一個好像是在地中海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俄羅斯支持的是小阿塞德 也就是目前敘利亞的政權 而美國跟其他的西方國家 大部分是支持反政府軍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是否美國跟北大西亞公約組織 會跟俄羅斯跟中國 來合作在敘利亞的這個掃蕩工作中 做比較密切的合作 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可能性 是的 所以韋哲委員 我簡單說 中國大陸上上次參加所謂反恐的 是在索馬利亞海道 那個時候他們有派軍艦去 所謂護航 我們也有被護航到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那已經距離一段時間了 但是這次讓中國大陸能夠跨出來 除了過去他一直在講所謂僵讀 藏讀是什麼恐怖組織之外 事實上他可能會在 國際反恐的活動裡面參與一角 大家記不記得三個禮拜前 俄羅斯去空襲利比亞 對不起 空襲敘利亞 那個時候引起很多盟國的 北約盟國的反對 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事實上沒有發生巴黎大爆炸 而且那時候俄羅斯空襲的部分 正好是反阿塞德的 那正好是這個北約盟國支持的 這個所謂的反對黨的 反對派的 我們今天不需要再分析國際 太多的國際縣市 只是想講的就是說 接下來會碰到了 剛剛我呼應剛剛財神所講的 就反難民 反移民 然後這個所謂的反穆斯林 在歐洲各國會更多 然後這個東西會影響到 因為你不讓難民進去 難民就會在地方又在鼓噪 那造成很多的問題 那反多元文化 這可能會發生的 就可能就化學長 成我們自己的情形 會碰到的情形就是說 像校園 校園不是說我們推展 那吳比較有圍牆嗎 跟社區融入一起 哪天發生個校園割喉案 或是發生校園鼓案 牆又要造起來 那這樣的循環變成 歐洲各國會變成 非常極端保守 大家記得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 那個時候馬上美國的 這個在各地的反恐 就雷利風行 他們甚至在中國 在中國大陸也是在中間 剛剛也提到 這個有分一杯羹 但我想提的是我們 是我們整個國際反恐裡面 是站什麼樣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中央政府總預算 明年度的 105年度的 我們的反恐辦公室 在這裡 國土安全辦公室 預算多少錢 千萬 千萬 十萬 百萬 四百七十萬 四百七十五萬 負薪水就可以了 對 這次我們台灣的反恐 就是我不應該這樣講 就是應該以政府中央證明 因為它是直屬院 執行正面辦公室的 它所謂國土安全計畫 四百七十五萬能幹嘛 負完薪水 負完薪水打完電腦就沒有 對 應該就沒有 就是我們的反恐規 它的任務是什麼 健全國土安全反恐 這是反恐 這個資源這些東西 你要做好計畫 你要協同國防部 你要協同國安局 你要協同許許多多的這個部會 包括內政部警政署 結果我們的國土安全 美國國土安全是不 然後他們的這個預算 是僅次於國防部 我們的這個部分的國土安全 是直屬院長 辦公室只有花四百七十五萬 我不是說預算多 就一定做得好 但預算太少 太少 太少的時候 顯然是做不好的 那這個四百七十五萬 等於是排花了嘛 所以等於我們要討論這個主軸 是切到所謂的 真正在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的時候 它背後因素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的狀況 跟九一類似 而且是同時間 幾乎是按照時間點一起排的 最後是在九點五三分 在法國國家體育場 這時候這個 這個所謂的恐怖主義 就是用炸彈自殺 死亡人數高達一百三十六個人 有九十九人眾生 另外三百多人輕傷 那麼這事件總共影響的人數 恐怕超過的五百以上的家庭 這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等於我們要請教志中老師 我們先進口廣告